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鸟鸟吹烟 小小村落 路上已倒着 我最亲爱的祖国 我永远记忆着你的希望 你用你那母亲的脉搏和我诉说 我和我的祖国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 应该说是这个歌曲有很多的歌手去唱 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就是你要去唱属于自己的声音 当然就是你刚刚起头的时候 其实特别舒服 但是到后面 尤其是你唱到每一条河的时候 你的情绪就转了 所以这就是去对歌曲的理解 你从接触这个歌词之后 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要对这个歌曲有什么理解 所以刚刚我们在唱听的时候 就是你在刚开头的时候 其实这个唱的已经很舒服了 但是到后面完全就是另外一个风格 这里面我就给你一个小建议吧 一个歌曲它有不同的解释方式 有不同的演唱方式 有不同的感受 像我和我的祖国的话 韩红老师唱过一个版本 完全通俗的 然后呢就是民歌方面和那个正常这种 我们声乐的这个角度的这种歌曲特别多 然后还有一个另类的唱法 王菲唱过一版 我建议你去听一下 本身你的条件是不错的 所以我就刚刚就说的这么多 就是下一步 能把自己打造的更无懈可击 更精致一点 主要是这个 谢谢老师 谢谢你